欢迎您收看体育简报 布伦特福德与托特纳姆热次竞争 以创纪录的4000万英镑的最后报价 争夺布伦南、约翰逊 英国美日电讯 布伦特福德队已经向诺丁汉森林队的前锋布伦南 约翰逊提出了4000万英镑的报价 希望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签下他 热次队也在与这位威尔士国脚进行谈判 但布伦特福德队已经追逐他将近两年 并且已经提交了他们今年夏天的第三份报价 俱乐部将约翰逊视为优先签约对象 因为他们正为没有他们的明星前锋伊万 托尼的未来做准备 与此同时 富勒姆队即将以900万英镑的价格 签下莱斯特城的后卫 蒂莫西、卡斯塔涅、沃尔夫斯堡的门将和赛 萨尔正在就一份新合同进行谈判 以结束对他未来的猜测 今年的百强赛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变革即将到来 英国美日电讯 百人计划已经结束了第三个赛季 根据美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 这个锦标赛取得了显著进展 并赢得了许多批评者的认可 男子比赛中有激烈的比赛 备受关注的英格兰球员和海外人才 百人计划与英格兰男子比赛的关系有所改善 一些球员回到自己的线队参加了Metro Bank One Day Cup比赛 女子比赛娱乐性强 观众众多 创下了场地观众人数的记录 门票销售也很火爆 作为比赛的广播商 Sky对其进展感到满意 观众人数增加 社交媒体上的参与度也提高了 展望未来 百人计划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文章讨论了在全球范围内 正在兴起的私人投资英国板球的可能性 英格兰板球委员会可能考虑将百人计划的部分 或全部出售给私募股权公司 或印度超级联赛的特许经营权 文章还探讨了英格兰板球委员会 新任首席执行官理查德 古尔德和董事会新任主席理查德 汤普森提出的愿景 他们提议将百人计划转变为包括所有18个线队的升降级结构 并为每个队提供投资机会 然而 这些潜在变化 存在挑战和担忧 包括它们如何影响女子比赛 以及现有的广播和投资协议 总的来说 文章认为 百人计划正在取得进展 并赢得批评者的认可 但仍需要就其未来 以及对比赛结构和所有权的潜在变化 做出决策 马吉 阿尔芳西 我在训练中击败欧文 法雷尔的那一天 英国美日电训 前英格兰橄榄球运动员 马吉 阿尔芳西 写了一本名为 《赢得战斗》的回忆录 讲述了她在这项运动中 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作为一名女性 所面临的困境 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摘录中 阿尔芳西 回忆了一次训练课程 她是萨拉森学院中 唯一的女性 她的任务是防守年轻的欧文 法雷尔 阿尔芳西说 尽管比法雷尔体型小且经验不足 但她成功地完成了防守 并赢得了教练和队友的尊重 这本回忆录 现在可以预定购买 在她的回忆录中 马吉 阿尔芳西 详细描述了她作为女性 在男性主导的橄榄球世界中的经历 她讨论了她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她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和赢得同行和教练的尊重 所做的努力 阿尔芳西的故事 展示了决心、毅力和克服障碍的能力 她防守欧文 法雷尔的经历 只是她能够证明自己 并展示自己在这项运动中的地位的一个例子 阿尔芳西的故事 不仅仅因为 她作为女性 在橄榄球中所面临的挑战 而令人鼓舞 还因为她的技巧和决心 她没有让自己的性别成为阻碍 而是将其作为努力工作和证明自己的动力 她的回忆录是对努力工作和毅力的力量的证明 并且对那些可能在自己生活中面临类似挑战的人们具有启发作用 空中交通管制故障导致数千人面临航班延误 实时报道 英国独立报 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遭遇故障 给度假者带来了旅行混乱 国家空中交通服务NATS表示 他们正在经历一次技术问题 并已经采取交通流量限制措施以保证安全 乘客已被告知可能会延误长达12小时 预计今天其余时间将会有一些干扰 数十万乘客将飞往英国 其中许多是结束夏季假期的家庭 航空公司建议乘客联系他们以获取最新的更新 Rubialis的母亲发起绝食抗议 以抵抗对儿子的巫术猎物行动 英国美日电讯 西班牙备受困扰的足球联合会主席路易斯 卢比亚莱斯的母亲开始进行绝食抗议 抗议对他儿子的迫害 此次抗议是因为卢比亚莱斯 在西班牙女族世界杯决赛中 西班牙1比0战胜英格兰后 在颁奖仪式上向詹妮 埃尔默索不请自来地亲吻了她 尽管被国际足联暂停 卢比亚莱斯拒绝辞职 西班牙足球联合会 威胁要对女足队采取法律行动 而女足队的工作人员 已在卢比亚莱斯行为发生后 于周六辞职 卢比亚莱斯的母亲进行绝食抗议 对儿子的血腥追捕 半岛电视台 西班牙足球联合会主席路易斯 卢比亚莱斯的母亲 已经将自己关在一座教堂里 并开始绝食抗议她儿子 因为对球员詹妮 埃尔默索的非自愿亲吻 而遭受的不仁道对待 卢比亚莱斯在这起事件后 被国际足联暂停 他声称这是双方同意的 埃尔默索 他的队友和西班牙政府 都谴责这次亲吻 是不受欢迎的 每年一度的河流足球比赛 继续在科茨沃尔德村庄中 激起人群的兴奋 英国独立报 在格洛斯特郡的 和风拉什年度足球比赛 在伯顿、英、沃特举行 球员们在水中涉水 进行了30分钟的比赛 这两支球队 都是伯顿罗福斯足球俱乐部的一部分 在河水浅处激烈对抗 引起了观众的兴奋 球员们穿着鲜艳的橙色 和皇家蓝色队服 在非传统的球场上奔跑 帮助队友并试图阻止对手 比赛中还有一个穿着裙子和假发的男子 让维克多、霍夫兰登上世界之巅的转变 以及令人恐惧的莱德杯武器 英国美日电讯 罗维高尔夫明星 维克多、霍夫兰、Victor Hoffman 最近在巡回锦标赛上取得成功后 预计将对莱德杯合作伙伴关系的需求量很大 霍夫兰赢得了比赛 使他过去两周的总奖金达到2160万美元 罗里、麦克罗伊、Rory McElroy 表示 与霍夫兰合作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两名球员都有相似的击球能力 霍夫兰最近对他的短打有所改进 使他成为一个更加稳定和强大的球员 莱德杯将于下个月在罗马举行 罗伯托、曼奇尼被任命为 沙特阿拉伯国家队的主教练 CNN 罗伯托、曼奇尼被任命为 沙特阿拉伯男子足球队的新主教练 就在他辞去意大利队主教练职务 仅仅两周后 曼奇尼表示 对被选中担任这个角色感到荣幸 并表示 他将自豪地继续将意大利文化传播给世界 他还谈到了 对这个新项目的兴奋 以及他致力于发展国家足球事业 和年轻人才的承诺 曼奇尼是足球界的知名人物 曾执教过国际米兰和曼城等球队 沙特阿拉伯国家队 最近在2022年世界杯上 令世界惊讶地祭败了最终的冠军阿根廷 该国一直在大力投资体育 沙特职业联赛签下了像克里斯蒂亚诺 罗纳尔多和内玛尔这样的全球明星 沙特阿拉伯下一场比赛将在9月对阵 哥斯达里加和韩国 Maya Jelma和Stormsy的关系时间线 英国独立报 Maya Jelma和Stormsy在希腊度假时 被目击手牵手 引发了他们重新燃起恋情的传闻 这对情侣在2019年分手 但一直保持朋友关系 上周末 他们被看到在一个音乐节上聊天 然后分别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他们度假的照片和视频 让粉丝们相信 他们在同一个地方 他们手牵手的照片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Maya Jelma和Stormsy都没有确认 他们是否正式复合 英国在30年来最好的市井赛之后 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做好准备 英国独立报 英国田径技术总监斯蒂芬 马奎尔 Steven McGuire表示 英国队在世界田径锦标赛上的成功 使他们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七 这给了他们进入巴黎奥运会的能量和动力 英国队赢得了十枚奖牌 其中包括Katerina Johnson Thompson和Josh Kerr的金牌 这是他们自1993年以来的最佳成绩 英国的中场跑运动员 在深度上展示了他们的实力 而接力队也表现出色 然而人们对田径项目仍然存在一些担忧 自2004年以来 田径项目没有在奥运会上提供奖牌 2023年美国公开赛比赛日程 今天的比赛 完整赛程以及如何在电视上观看 英国美日电讯 诺瓦克 德约科维奇将在美国公开赛上 开始他争夺第24个大满冠冠军的征程 而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似乎是他在比赛中最大的障碍 如果德约科维奇在首轮对阵亚历山大 穆勒的比赛中获胜 他将重新夺回世界第一的位置 而头号种子阿尔卡拉斯将在对阵多米尼克 科普菲尔的比赛中开始他的征程 未免冠军一家 斯维亚特克将在对阵利贝卡 比德森的比赛中开始他的未免之旅 与此同时 备受伤病困扰的安迪 穆雷将面对世界排名第71位的科朗坦 穆泰 开幕日的其他值得关注的比赛包括 斯特凡诺斯 西西帕斯 对阵米洛斯 拉奥尼奇 埃琳娜 里巴金娜 对阵马塔 科斯丘克 以及科科 高福对阵劳拉 西格蒙德 英国的天空体育频道 将现场直播美国公开赛 凯尔特传奇的著名足球队服预计 将在拍卖会上 以1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 英国独立报 Bertie Ode的家人 正在拍卖他的足球衫 预计这个收藏品 将拍得约10万英镑 这17件足球衫中包括 Ode在里斯本赢得欧洲杯后 与国际米兰队长阿曼多 批其交换的那一件 估计售价为2万至3万英镑 部分收益将捐给 以Ode的名字命名的 慈善机构 Bertie Ode Legacy 该机构支持痴呆症研究等事业 西班牙足球主管的母亲 开始对世界杯之吻 进行绝食抗议 加拿大环球邮报 西班牙足球主管 路易斯 鲁维亚莱斯 路易斯 Rubius 的母亲 在他的儿子 因为被他的意愿 亲吻球员珍妮 埃尔莫索 而被国际足联停赛后 绝食抗议 西班牙皇家足球联合会 RFEF 主席鲁维亚莱斯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坚称 这个吻是双方同意的 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 关于妇女权力 和男子气概行为的 全国性辩论 埃尔莫索说 他感到脆弱和侵略的受害者 并呼吁鲁维亚莱斯辞职 西班牙政府表示 不能解雇鲁维亚莱斯 但谴责了他的行为 卢比亚莱斯的母亲 在西班牙举行绝食抗议 抗议对儿子的追捕 报道 路透社 西班牙足球联合会主席 路易斯 卢比亚莱斯的母亲 已经将自己 关在一座教堂里 并开始进行 绝食抗议他儿子 被国际足联停职 卢比亚莱斯 因在颁奖典礼上 主动亲吻球员 詹妮 埃尔莫索 而被停职 卢比亚莱斯便称 这个吻是双方同意的 而埃尔莫索 则表示 他没有同意 并感到自己 成为了侵犯的受害者 卢比亚莱斯的母亲 指责那些 针对他儿子的人 进行了一场 不人道和血腥的追捕 塞克斯顿 将对裁判的爆发 归咎于 未能应对 缺席冠军杯决赛 英国每月电讯 约翰尼 塞克斯顿 Johnny Sexton 对他在今年早些时候 莱因斯特 Lainster 冠军杯决赛失利后 对裁判雅各 佩伊珀 Joco Pepper 的行为表示遗憾 这导致 爱尔兰队队长 被竞赛三场比赛 塞克斯顿承认 由于受伤 无法参加他在 阿维瓦体育场的 莱因斯特生涯 最后一场比赛 他失去了 对情绪的控制 这位38岁的飞棒后卫 将在橄榄球世界杯后退役 尽管他已经从3月份 爱尔兰大满贯胜利中 受伤的复骨勾伤势中 恢复过来 但塞克斯顿的竞赛 意味着 他错过了对意大利 英格兰和萨摩亚的 所有热身赛 无法在都柏林的球场上 进行最后的告别 Stormsy和Maya Jelma的粉丝们 在新照片发布之前就知道 他们正在度假 英国独立报 Stormsy和Maya Jelma的粉丝们 猜测这对情侣 可能正在一起度假 引发了他们复合的传闻 这对情侣 在2019年分手前 一直在一起四年 并且之后 一直对他们的感情生活 保持低调 然而 粉丝们注意到了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 度假帖子中的相似之处 包括他们锁住地点的装饰和家具 Stormsy曾经将他们的分手 描述为他的最大损失 并成为他个人成长的催化剂 歌手表示 歌剧需要同性恋角色 才能生存下去 BBC 威尔士歌剧演唱家 阿尔干 利尔 托马斯 呼吁在歌剧中增加更多LGBTQ家的代表 他认为 这种艺术形式必须改变 才能生存下去 托马斯是同性恋者 他表示 如果在童年时期 看到更多同性恋角色的歌剧 他会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身份 他还批评了艺术资金的缺乏 并警告说 歌剧受到了英国政府 和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的资金削减的威胁 托马斯建议歌剧公司 应该创作那些 需要多样化演员阵容的角色的歌剧 沙特阿拉伯任命意大利选手 罗伯托 曼奇尼为国家队教练 半岛电视台 前意大利教练罗伯托 曼奇尼被任命为 沙特阿拉伯国家队的新教练 交易价值每年超过2500万美元 带领意大利 在2020年欧洲杯上获胜的曼奇尼 本月早些时候辞职 自从Hervé Renard 离开负责法国女队以来 沙特阿拉伯队一直没有教练 曼奇尼签署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 并对有机会在新国家体验足球 表示兴奋 沙特阿拉伯队将参加1月的亚洲杯 和11月的世界杯预选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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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